-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很久沒見的Ivan在這裡,Ivan 你好 - 這個怎麼介紹你呢? Ivan就行了,大家親切一點 - 我喜歡自助餐KOL,這個鎖我 - 你吃了嗎?你吃了嗎? - 很厲害 - 我吃了你那次了,最後還沒訂,你訂到 - 你訂到了嗎?我看了你的帖子之後,然後發現買不到,是不是? - 第二天開了嗎? - 開了嗎?再開了? - 好,要後機會唱一唱,什麼七五節,是不是? - 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昨天我沒有再看了 - 真的嗎? - 吃了這麼多餐 - 真是超厲害,剛剛最新又看到你的影片,是這樣的 - 哪些信用卡呢? - 那些造型而已 - 那些信用卡,不得了 - 其實我覺得題目有點誇張了,很簡單 -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銀行開戶口,你也應該有,因為你是訂傳KOL - 其實你每一次去銀行,通常開戶都說 - 喂,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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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何先生 - 對了,你不如申請這兩張三張,通常你幫那個RM,隨便 - 都有兩三張的啦 - 是... - 我也不介意說,我的銀行戶口商務已經超過十間了 - 是...很正常的 - 照成的話就... - 照常,照成,你計時就去送 - 但你每一張都有真的... - 會滾會用嗎? - 會滾會用,或者會真的直接去... - 其實如果你看這段影片,我也有說,大概十張左右是常用 - 哇...阿...阿...阿... - 十張都是常用的 - 因為真的有些,譬如說旅行是比較有優惠 - 或者是網靠,或者食肆是有些優惠的 - 主流都是那十張八張 - 其實就不會說真的六十張,每個月都有用的 - 但你十張卡,你每次都會帶出去的嗎? - 其實你加六個手機就不可以了 - 喔,我看你手機都不可以了 - 其實我覺得保安上面也好一點 - 不是那些... - 賭敷層那些... - 保安上面我覺得也好一點 - 喔,OK - 因為你每一張卡,如果你每次給別人去刷的話 - 其實有保安問題的 - 嗯,而且始終你是怕會跌的 - 實體那樣東西 - 沒錯,正確 - 所以現在多起一個賭 - 不要啊,不要這樣 - 因為我發覺我一說商用卡 - 馬上有很多人會為我 - 因為我不知為什麼 - 可能這個題目來說 - 為甚麼呢? - 為甚麼呢? - 因為我又見你說兩句,但我沒有再跟進 - 我不知道 - 我想第一,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 商用卡我也很厲害,你說什麼,你扮東西 - 特別是KOL -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 第二,可能坊間有很多商用卡KOL - 可能我一出來說商用卡 - 為甚麼突然說商用卡 - 我不是太想 - 受到威脅 - 我不是太想從這個角度 - 是 - 其實如果你看回我,我也有說過 - 最初有媒體說想跟我說這件事 - 剛好有一個訪問,我就說 - 其實我也有很多商用卡 - 他們就說,不如你說一下 - 怎樣有效地運用商用卡 - 其實都可以說 - 但我的角度會有少少不同 - 我就說,用得來怎樣不要濫用 - 因為有些朋友濫用到一個地步 - 是真的被人剪刀的 - 我喜歡這一個訪問,很快 - 有錢人就介入稅用卡 - 窮人就交面Pay - 自己選擇的 - 我覺得,你交面Pay的話 - 你就不應該不斷 - 所謂的叫做玩稅用卡 - 因為交面Pay其實每個月 - 你要付的利率其實是很高的 - 真的是三十幾四十里 - 是 - 其實你永遠都交不完 - 我覺得稅用卡這件事 - 如果你是有能力還錢 - 那你可以去探索一下 - 說有甚麼稅用卡 - 是真的優惠比較多一點 - 但是你說,我每個月都打算交面Pay - 其實你嫁了他 - 即是跟戒卵、戒牛熊一樣 - 哈哈哈哈 - 你不是說到交面Pay - 想多年我也幫過一位朋友 - 因為他真的只是交面Pay - 是 - 他真的搞不完 - 是 - 我就搞,不如借銀行Pay - 一次過還好 - 賺了去 - 因為PayPay是便宜一點 - 如果銀行當下還願借給你 - 是 - 假如你欠了很多信用卡卡數 - 其實你的信用卡紀錄差 - 可能你借Pay洞的話 - 其實他未必肯給你一個很好的利息 - 是呀 - 那次就救了各位朋友 - 這個簡直是理財的觀念 - 是呀 - 這個就是借洞 - 我又覺得其實 - 是 - 剛才提到有些朋友說 - 有錢的人怎樣去嫁 - 其實你除了信用卡拿回證 - 這個我覺得不是有錢人和窮人的分別 - 其實你自己都可以留意一下 - 你會不會有些… - 我正在說有些保險 - 有些保險就是你存了錢 - 存了很多年 - 是 - 然後有一部分的錢 - 就是擺放在利息 - 即是利息 - 利息 - 他們會叫利息 - 分紅 - 分紅是紅利的那些 - 是呀 - 而那些紅利其實你可以拿出來 - 你不拿出來 - 其實你放在保單裡面滾傳的利息 - 其實就很低 - 有些朋友就開始 - 因為這一兩年的利息高 - 大家就拿出來看這件事 - 是呀 - 原來那些保單 - 其實在說每年它是給三厘 - 三厘半 - 是呀 - 但現在大家都知道 - 你拿出來的話 - 其實可以做到的定存那些東西 - 其實是去到四厘多五厘的 - 更高一些 - 所以我有很多朋友就說 - 其實怎樣可以 - 將你現在手上擁有的錢 - 再大賺到息差呢 -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 OK Kitty 你有沒有玩開信用卡的? - 我沒有 - 因為我自己怕麻煩 - 怕自己交漏卡數 - 我也不只會交面費 - 是 - 我真的從大學開始 - 用信用卡到現在 - 我也沒有試過交面費 - 即一個概念 - 我就覺得 - 我是夠錢還 - 你可以炒樓盤 - 我可以 - 是呀 - 我不用教你 - 是呀 - 我過了這個門檻了 - 但是你說 - 有沒有好好的運用這些優惠 - 或者在那些洞洞洞洞洞的優惠 - 盡量賺一點 - 我想我就 - 有一段時間都沒有去到Ida - 是呀 - 我想可能你們沒有試過 - 我自己親身經驗 - 其實現在大部份銀行 - 你打電話去 - 之後按完廣東網線按一字 - 之後下一個一字 - 已經是wav - 信用卡一字 - 哦 是呀 - 之後你打完卡號碼 - 已經是自動的 - 不需要打上銀行 - 問你可不可以wav - 基本上我想我面對到 - 八成到九成的信用卡 - 其實現在都是這樣 - 因為其實他們長期要人接聽 - 其實他們的人力成本都很大 - 因為這件事最後都是wav - 是呀 - 但最重要是你要檢查月結單 - 是呀 - 即是去哪一個月 - 是呀 - 通常是會騙你的 - 是呀 - 會有發給你 - 但我最近也試過一次 - 就是我以為通常 - 他叫你交年費那些 - 是呀 - 即是你到達 - 他真的過你數 - 或者你打給他 - 他就會說 - 好呀我wav給你 - 但最近我的經驗試過一次 - 他真的幫我剪了一張卡 - 那就有去挖卡嗎 - 沒問題 - 那就有去挖卡 - 是呀 - 但我以為我帶他 - 我帶他幾年說分手 - 那他都會屈服的 - 怎知道今一年他真的跟我分手 - 即是帶了一張卡 - 接著然後你說OK - 沒無所謂分手 - 是呀 - 接著然後下年我想申請 - 再吃你延生 - 是呀 - 是呀 - 又重新到來過 - 是呀 - 因為可能我真的簽得太少那張卡 - 即是以前是 - 可能貪他的資訊 - 是呀 - 可能沒有簽到 - 接著他又看我的紀錄 - 即是沒什麼怎麼用 - 那就算了 - 是呀 - 即是少一個不少 - OK - OK - 沒有的 - 但我覺得有時候客服的都是看心情 - 是呀 - 可能第二天聽電話就會幫你wav - 你那天是否用一些很差的聲線 - 我不會 - 我不會 - 那是common - 我也是客服這樣的聲音 - 這樣對價 - 是呀 - 對價 - 是呀 - 對價 - 有朋友已經在說 - 有些我們不說哪間公司 - 有些是2.75% - 其實我講簡單一個例子就是 - 尤其是現在高息環境當中 - 其實你可以找到很多方法 - 如何提升自己的年收益 - 簡單來說 - 即是信用卡只是其中一個手段 - 有很多手段 - 那我想問一下Ivan - 你都很清楚你自己 - 我當你是保單 - 你是會自己檢查嗎 - 還是找一個經紀跟你說 - 還是怎樣 - 因為有些朋友都很忙 - 不知道如何去處理這些事 - 我自己通常所有的投資 - 我真的看得很清楚 - 其實我的保險經紀已經到了一個地步 - 我跟他們說 - 但首先第一件事 - 我自己都有很多 - 可能現在是網上的保險 - 是 - 因為我知道有些東西是便宜一點 - 因為我大概知道價格 - 是 - 那就算你說 - 我多年前買下的保險 - 我有保險經紀跟的時候 - 我都跟他們說 - 其實那些東西 - 總之我問你什麼 - 你回答我 - 我自己看到 - 我會自己有個答案 - 是 - 我是那類型的客戶 - 但總之你有美好的東西 - 我又會知道 - 會知道 - 我又會自己回答給你 - 其實就是這樣 - 其實就是這樣 - 其實就是這樣 - 是 - 所以你就清楚了 - 我想如果有一些 - 你說時間不太充裕 - 或者真的盲中中的 - 可能真的要靠經紀要來 - 如果想得到 - 剛才你說 - 怎樣把那些錢拿出來 - 那件事 - 是 - 起碼要先問經紀 - 你要知道 - 你要認識 - 其實我也是 - 因為我看到 - 譬如有些 - 譬如有些 - 譬如有些 - 有一件數字 - 他們叫做 - 即是有時給保險 -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給美元 - 即是有很多美元的單 - 是的 - 其實它會說 - 推薦你給某一件數字 - 是的 - 有很多朋友照交那件數字 - 但其實 - 其實 - 貓人 - 通常是 - 你是給多了 - 你回去檢查那件數字 - 因為 - 通常它是 - 用一個最糟糕的匯率去計算 - 但它又沒有賺你 - 只不過是幫你放在那件數字 - 如是者 - 其實你提供了20年之後 - 其實是凸了那件數字 - 其實是累積了很多錢 - 而那件數字 - 其實它在說是 - 給一個可能是零點幾個百分比的 - 即是它每一次 - 譬如你做美元單的話 - 其實它本身當日 - 那個日計算 - 可能應該是 - 實際的匯率是7.82 - 你收單那天的時候 - 它用7.85計算 - OK - 但你其實 - 二十年的話 - 可能你累積 - 可能給多了十幾二十萬 - 去那張單 - OK - 但它就這樣 - 其實就是在收費你 - 你可以這樣說 - OK - 我要找一個經紀 - 談一談 - 每一個都真的有很多美元單 - 你可以拿 - 其實現在很多 - 即是保險公司 - 其實它有些程式 - 其實你可以看到 - 裡面有些不同的項目 - 即是它那個金融的價值 - 每張單的價值是多少 - 每張單的價值是多少 - 每一個項目 - 你可以看看 - 有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 OK - 首先要下載這個程式 - 但我真的是 - 很差的一個人版 - 我真的是 - 只有一個膠字 - 我沒有什麼理會 - 我想很多人都是這樣 - 但如果你現在 - 開始懂得找你的保險經紀 - 它會說 - 為甚麼要死 - 甚麼事 - 發生甚麼事 - 但其實保險經紀 - 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 保險經紀 - 但我又不是很想開名 - 我暗示一下 - 給大家聽 - 應該有些是1.5%現金回增 - 是的 - 然後你們 - 通常有一個月 - 就可以百達通的時候 - 自動增值 - 就可以拿回3000 - 不過你自動增值 - 你不是玩那個 - 射出來的錢 - 那個遊戲 - 自動增值 - 是的 - 有1.5% - 是的 - 米後跟我說 - 是的 - 為甚麼呢 - 我最新的自動增值 - 被人剪掉了 - 為甚麼呢 - 因為我兩個月 - 忘記了找價錢 - 我真的猛了 - 我以為我找了 - 喂喂 - 你們又在說 - 是不是做保險 - 我真的沒有 - 沒有做保險 - 接著說 - 你們覺得我上來銷售 - 我甚麼都會說 - 靠差到簽名 - 給我的感覺 - 因為Ivan把小宇宙隱藏了這麼多年 - 因為我以前就很難 - 很難說的 - 因為你代表公司的時候 - 你沒有理由說其他公司的產品 - 是的 - 接著你講其他方法的時候 - 公司又會說 - 你會不會說了某些東西 - 可能不合公司的形象 - 所以其實以前就不會說的 - 二十幾年都沒有甚麼機會說 - 現在你說 - 是的 - 我離開了 - 大家問我是否離開了 - 是的 - 離開了所以現在就可以說 - 是的 - OK - 大家不用怕 - 純粹開心分享 - 真心分享 - 真心分享 - 是的 - 我會認同這一件 - 鞠了很久 - 跳出來 - 因為我剛才看到有朋友 - 問Ivan很簡單 - 問一下事點 - 是的 - 因為現在就是一萬一 - 我覺得今天 - 我看到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 就是 - 大家有沒有留意 - 今天北水都停了 - 是的 - 如果你有留意 - 日日跌市也好 - 升市也好 - 保持20多30億 - 30多40億 - 是的 - 進入的 - 今天是負的 - 負的 - 你開來看看 - 還有那個數流 - 其實Ethnite或者Asoc都有 - 即時有備 - 大家開出來看看 - A股那裏 - 按A股 - 之後有降股通 - 左上 - 這個 - 你見到額度 - 額度 - 這個 - 你按下去 - 你見到 - 其實你深股是100% - 即是直接流出了 - 是的 - 上面 - 412億 - 好像流入 - 但因為有些是掛的買入盤 - 所以其實又不是那回事 - 明白 - 這是很奇怪的情況 - 為什麼呢 - 因為第一 - 本來我本來想著 - 為什麼我會留意呢 - 因為上個星期就說 - 國家都要入市 - 是的 - 央企紅利 - 很長的名字 - 是的 - 國新央企港股通 - 紅利 - ETF 好像是差不多 - 是的 - 那些字砌買齊 - 是的 - 但其實我那晚 - 即晚就上去看幾隻 - 即是ETF發行的公告 - 我就真的想去找回那幾隻基金的銷售章情 - 是的 - 去看看整個行程是怎樣的 - 是的 - 我就發現它是需要透過港股通去買 - 而且它裡面說到就是那個發售期去到6月21日的 - 我又不是行內 - 我也是純粹自己猜測 - 整件事就是你完成了整個務閘之後的那些錢才陸續入場 - 理論上應該的操作是這樣的 - 是的 - 如果最早最早可以入場的時候 - 會不會是6月24日呢 - 如果是6月24日 - 它又要透過港股通的機制去買的話 - 應該是今天見真章的 - 是的 - 怎知道是負數 - 是的 - 所以就是這樣 - 我覺得今天這件事是很奇怪的 - 是的 - 為什麼會是北水負數呢 - 我自己聯想 - 是的 - 就是真的可能到了半年結的時候 - 會不會說國家都不想太多的資金在這段時間離開國內的市場 - 是的 - 因為大家同一方向不買 - 是的 - 你說今天升600點大家獲利 - 我又覺得很合理 - 嗯 - 但如果你說今天現在17800點大家一起不買 - 還要有輕微流出的時候 - 我又覺得這件事有點來人尋味 - 嗯 - 如果幾天沒有北水就要很小心 - 是的 - 看你怎麼看 - 有北水的日子港股又不是一定升的 - 嗯 -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 很多時候北水停的話 - 反而是夾的 - 都是夾的 - 是的 - 所以又沒有一個必然的關係 - 只不過我覺得 - 今天那個信號不好的就是 - 如果真的完成了那個申購 - 而理論上他們可以透過這個港股通去入市的話 - 而今天這件事沒有發生過的話 - 變成你上個星期炒上了 - 很厲害 - 炒上了 - 事實上今天都穿了 - 是的 - 賠回了 - 是的 - 我想今天那個問題就是 - 大家要小心 - 我覺得美股可能 - 半年之前的話 - 有機會有少少調整 - 變成你可以想像 - 為什麼港股會不會回呢 - 大家都預期 - 如果你說外圍的科技股有少少回 - 可能香港那些 - 都是這樣說的 - 外面回1% - 港股跌2% - 是的 - 那個β是2 - 是的 - 而且始終美股指數 - 仍然是捱著高位 - 現在都試著大概106%那些位 - 看看這個星期的PC是怎樣 - 是的 - 接著有朋友說 - 1211今天很硬 - 其實我又覺得 - 接下來的市況 - 中港市場的確是 - 我想那些水真的不太多 - 大家有錢的話 - 一個河巴有果去美股那邊 - 很老實 - 身邊很多朋友 - 其實我之前也說 - 有間證券行出了一個數據 - 其實他們買美股的資金是七成 - 港股的資金其實是三成 - 所以你說有錢 - 大家放在那邊 - 大家都看到 - 所以 - 接下來的市況我覺得 - 在港股那些資金只會買一些 - 他們覺得 - 接下來可能都不會太過受到 - 譬如說內地消費港級 - 或者真的整個經濟 - 可能那個封眼位的行業 - 不會買到那些股份那裡 - 你真的選擇股的時候 - 可能要想一下什麼股是適合去持有 - 我很擔心現在的市況 - 可能由六月到七月都是 - 也就是了 - 指數未必真的下跌很多 - 其實內地也是 - 指數是三千點 - 經常都是三千點上落 - 指數不是下跌很多 - 純粹是大價股撐著的事 - 但其他二線、三線、四線股份的時候 - 可以欺負得很厲害 - OK - 這個問題我也想問 - 有沒有炒美股嗎 - 我自己有看 - 但真的 - 因為很多朋友經常覺得 - 我在投行的時候已經有很多時間可以炒這個 - 炒這個 - 其實不是 - 投行我可以坦白告訴大家 - 我二十幾年沒有下跌過 - 是的 你不能下跌 - 你不能下跌 - 你可以申報的 - 如果你說在投行去做買賣 - 自己個人去做的話 - 其實可以買賣可以申報 - 但在大部份的時間有很多產品 - 最少要持有七個交易日 - 是的 - 又或者有些情況 - 譬如說公司有交易你突然買了 - 它不讓你沽 - 一不讓你沽 - 可能是三十天 - 是的 - 你夠了很多交易的 - 是的 - 其實攪拌一下你不會做的 - 但如果是ETF是否需要呢 - ETF的話 - 實力會比較大 - 但其實問題是 - 你多買幾次ETF的時候 - 其實我們一買賣 - 其實全部都要報告 - 每一個級別的管理員都會看到 - 其實你上司的上司都會看到 - 喂 Ivan - 他會跟你買賣 - 其實不會的 - 喂 Ivan - 回答一下觀眾的問題 - 939牛牛牛 - 我自己 - 57978 - 是的 - 是的 - 現在你介紹了 - 大家別問我牛熊 - 都是的 - 加上這些粗重的東西 - 三隻 - 不錯的 - 我今早41900咬 - 剛才51900咬 - 都吃到了 - 已經吃了嗎 - 全食 另外有住貨底還沒吃的 但是繼續動態討論 我自己也比較喜歡流中突股的這一招 因為很多朋友說美股 我想現在其實 我那天也跟Marco來聊天的時候 其實分析所謂美股哪一隻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是 其實沒有什麼分析可言 到了這個地步 因為整個故事是你信不信人工智能 你覺得整個人工智能落地之後 對於那些公司的年收益可以增加多少 誰能猜到呢 我覺得現在很難猜 你說NVIDIA的話 其實它真的洪霸了人工智能 市場一個很大的江山 但是究竟最終公司是 就是要他的芯片要多久 因為其實他現在很多功課都是給幾大的科企 你說我是那些大科企 我這一刻要你課 我長遠來說是否完全自己不研發 完全打算是靠你工智能力 如果他們繼續研發的時候 去到某個位置他真的研發到的時候 一件事情可能會變 那這些變數 其實你這一刻做分析 你能分析到嗎 我跟你說可能一年兩年之後他做到 都是說的 那我就想說 我現在跟你說一年兩年之後中芯做到 你信不信 就是這樣 立即答不到你 立即接不到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你估不到的 那些金融的規模 所以現在反過來炒 就是為什麼那些AI美股這麼厲害 就是現在大家都量化不了那件事 就是直接炒衝勁 是啊 所以其實你問我現在 這個美股這個階段 根本是直接炒動力 你可以說很容易炒 因為那些東西一破位的時候 他就說你跟隨 然後之後 可能就立即升五至八個百分析 很多都是這樣 就是你試想回 如果大家有做過港股的時候 他就說氣失套 真的好像2007年的時候 哪一隻說回A的時候 別管了 就閉上眼 然後就買爆去了 類似而已 那你說是不是真的美股 因為我現在說美股也很小心 因為一說美股會回 就被人圍了 是啊 就是你在這邊的時候 就當然覺得美股會回 我不是說 我覺得自己也有看 可能美股有些股份 如果你說從一個分析的角度 可能你的PE 那些股份 其實就不是太誇張 但問題是那些股份 又不是大家的市場的重心 現在重心的股份 其實全部都是在看人工智能 究竟可以令到他們的 營業壓那些可以增長多少 那我只可以說 全部都是一個憧憬 那究竟落地落到多少 真的你要逐位去看 那你現在入場 你很相信這件事 我又覺得 現在全球的資金都在那裡 是 很正常 但是你說要我分析 哪一隻可以長線去坐 要等多少個回報的時候 其實很老實說 我真的不會分析 我只可以告訴你 其實他現在大概做到什麼 做什麼 他接下來的競爭地位會怎樣 你覺得這個競爭地位 會不會有機會動搖 你自己去決定 其實這是很主觀的 因為爭取到最後 究竟那件事能否發生 發生的時刻 究竟威力有多大 最後都是主觀的 你們要看的所有 研究報告 我經常都說 其實那顆數 我喜歡拍5% 也可以 12%也可以 對不對 我拍完的時候 價不到 我就又搬龍門 原來不到 搬低5% 你們在看的全部都是這樣的 是的 所以都要有獨立思考 自己去看看 是否敢按按鍵 還有買多少 說一下MPF MPF 我自己 你問我 我這段時間 我一直都有放一些 可能美股 我想我自己 美股 或者亞太 香港 我都是3分1 3分1 3分1 是的 去到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說 當我覺得可能 美股偶爾升得太厲害 會一會的時候 我又退回一些 去一些低波動率率 比如說一些 可能醫療護理行業 OK 比如說一些 可能 他也是在持有美國的 那七隻 但是可能會 中間會多一些債券的組合 平衡一點 去降低波動性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這樣 OK Kitty 有沒有 去動一下你的MPF 最近 我沒有什麼 但是我之前有試過一個類似的經驗 就是動一下基金 就是手多多 其實它是一些組合 就是你自己是買基金 那時候是 我現在無論 因為我吸取了一個教訓 也是炒紅的 算了 我也是炒紅的 哈哈 哈哈 原來是做定期算了 那時候也是 就是 每個人都在說 MPF又虧 然後這些基金組合 有時就嘗試去搞一下 不搞就由自可 一搞 然後他剛好就反方向走 所以我身邊有些朋友 也有疑問 也可以問問Ivan 如果真的不是 好像你們這麼熟悉的行程 但又略略知道 好像現在的市場 有這邊走得不太好 那邊走得好一點 是否需要做多些功課 才去做這個操作 還是一動不如一靜 即是 你的意思是說 見聲就調過去 是的 即是有時就說 我這個都說了很多事 不如也動一下 怎知道剛好一動之後 又不是 就兩邊了 是的 做一巴又一巴 我覺得 你真的做一個MPF的時候 當然可能你是要 想想一個比重 即是不要兩邊說 我港股又調去美股 即是 除非 因為始終你 你說你早幾年 這樣做的時候 OK 但現在大家 坦白說 美股升到這個位 現在又不是說 真的說很多人工智能的東西 真的可以落地 那麼你 將所有的錢搬過去的話 可能就會出現了你 現在這個情況 你說我真的不相信港股 那我又覺得你可以 譬如說 泰和美股 大家要半一半 即是這樣拉均勻一點 不要說真的 拖延了美國市場 我覺得 而且我想要看整個人的股票 即是不要只是計算股票 可能你的資產 你不只是股票 可能你有一些樓 你不只是拖延了 所以我一直都不敢減持美股 就是這樣 因為我實在太多港元資產 我覺得 你要分散一點 是的 那我又不拖延了 其實他的轉移視線大法就是這樣 是的 就是這樣 加強自己在美股的信念 如果有一個朋友說要留意 其實這個我覺得都是一個概念 就是很多朋友一覺得市回 就走光了 就害怕了 是的 但是其實你一走光的話 有時候東西就買不回來 嗯 然後買不回來的時候 你們就會聽到哪些東西 最落後就放回去 嗯 但通常落後的東西總是有些原因 嗯 然後整個市回的時候 你落後的東西只是跌得更多 嗯 就是很多時候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你覺得市場可能差不多回 我覺得是減比重 或者好像我剛才所說 就是調去那個市場裡面 可能是Beta比較低的一些sector裡面 就不是說一同零 嗯 那這個方法是不是都可以應用在港股身上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Stay Invest 不過可能Stay是一些 我終止頭髮花 我不知道 其實這個政策很明顯 現在就 就是為什麼 很簡單 就是央企 那央企的時候的話 它是分紅高的央企 就是國家支持 那它現在走出來都說 我只是買ETF都刻意選擇 是央企紅利指數 是 那就是告訴你 那你自己想 打開後牌的了 那你也不想 是 那我沒有介意 那你錢得這麼多 是 那你不是買光的 你不是買光的話 你當然是選一些 可能國家來說 覺得是有戰略價值的東西去買 是 所以都是那些941883 就承除了 是 這個我們有時候收集了一些 收集了一些 70多點而已 OK 那今天 看看是否算是很麻煩 Ivan 問你 如何看債券 Ivan 問你 如何看債券 即是否都是資產分布 要 我自己呢 就不是太肯去買 我應該這麼說 我自己很少買債券基金 第一 我自己如果你說買債的話 我就寧願自己按 即是值債 債券基金的話 其實有時候你很難控制到 那個債券基金經理 其實他在買什麼 是 這個經驗 亦都分享 尤其是早年很多債券基金 是拿了一些內房債 就很麻煩 是 因為你要知道 其實如果你的債券基金 是拿了某些債 而那債最後是跌了很多 其實就會升落那個 NAV 最初你看那些債券基金 說每年派息多少% 那些 最後不到之餘 還可能到時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買債券基金 是想著每年收息 但如果你說利率一變的話 其實 例如過去這年幾 美國的息率一直升 其實所有債券的 債券價格下跌了 所以其實SFL又跌了 你想套現的時候 是套現不到的 因為沒有那價格下跌了 但如果你說你自己 直接去買一個債券 至少你 首先你可能拿到那個回報的時候 其實跟債券基金 不是真的相差很遠 至少你自己知道 自己在買什麼東西 以及每年你可能說 我選擇一些不同年期的債券 可以比較容易管理自己的現金樓 譬如我自己買債券的時候 我會想想 例如我未來 大概兩年期 三年期 四年期 我都會有些錢回籠 即我會均勻地去計劃 即是我給債券基金經理 然後我又不知道 他在買什麼時間的債券 我寧願自己去操作 所以我剛才看到有朋友都說了 Ivan 你都幾多投資 在現金樓的投資產品上 都多的 好老實說是都多的 因為我覺得 你有生產到一定的現金樓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拿那些現金樓 去做一些高風險的投資 但如果你說你本身沒有生產到現金樓的時候 如果你說你純粹去做一些高風險的投資 我就覺得 不是一個很穩打穩摘的做法 當然你說你年輕 你又眼光準 你做很多高風險的投資 你博券到 那就博券到 但現實上其實有很多人博券不到 還有你 可能你說這三幾年 大家做未顧 可能就很上風順順 但如果有些朋友 可能做中港股市的話 其實你不斷拼拼拼拼拼 其實都是消遲的 可以買紅證的 值債很多 一球一球是 二十萬美金 不是的 有些便宜些嗎 其實你買美債的話 你自己在證券平台的話 它有些零售債 十幾皮都買到 不過你自己在證券平台的話 即是有沒有開戶口 然後值債 我想你說一球一球起的 可能是你常常說 一些公共資金 公共資金 公共資金 那些通常可能 最少是200K美金 是的 各個Unity 但是那個200K美金的話 其實有時候 這個有涉及到 是你 200K美金 即是球幾個 有些少少 太過集中風險 因為我也聽過 我有朋友 是這樣的 事緣是怎樣 都不怕說 其實你們就不認識他 他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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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總之 你猜到誰 可能知道 我 那隻叫什麼 我等一下不記得名字 但是我講講講 可能你們記得那個名字 有一隻 內房債 他說他們跟那個管理層很熟 就知道那間公司 應該 可能一個月之後 那隻幫是一個月之後到期 當時可能是 在打七折 七折什麼 OK 他就算了他的帳 其實 甚至那些管理層都說他就下個月有錢還債 是 然後 預事者就躺身 是 那整班人就躺身 躺身就 全都賣掉 是 全都賣掉的時候 突然間中央就說你有錢都不可以 哦 那些錢要留在境內 要留在境內 不可以 還境外債 結果那隻債就自行了 哇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說如果你買直債 你將他 即是買公司債 而你只買一隻的話 其實那個風險就在 所以很多有錢人 其實他們買公司債 其實他們就未必只買一隻 如果你買一隻 你就真的要 對那間公司 或者行業本身的了解會比較好 很熟 尤其是如果你買高息的公司債 如果那隻公司債 可能真的給到十里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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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很熟悉的行業 但是很耐放 所以就 要分散風險 不是 不是 Billy 10 不是 但是我一下子 不記得工作 我記得的時候 我告訴你 都不是行字 不是行字 你會知道 不會忘記 是很慘的 那個經驗 他跟我說 其實那間公司 明明是有錢的 但是因為 內地的政策 變成了 那間公司 不能把資金撥去 還境外債 要先把境內債 那他明明有錢的時候 那隻境外債就是 所以我有些朋友 現在玩債 他都不敢賺內地債 他玩回香港企業的債 雖然你說的利息可能會低 所以 為什麼我說 其實問題就是 你買債券基金 那債券基金 他什麼債都可以買 那他可能 都會有這些債 而你不知道 因為你看他的 最順利益的時候 你看不到他第十一隻 是欠了什麼 這個就是那個問題 為什麼我覺得 債券基金 我又有點避免 那你說 是 你說他的好處 我又說回一個好處 好處就是 你 有一個 複雜的效果 對 寫一隻 就拉勻 但是這件事 這麼辛苦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如直接自己 你喜歡 現在你 美債的 協議價值還高的時候 那你可能直接買 那樣東西就算了 不要搞太多 OK 有人說日圓 有沒有一些日圓 有的 有的 你怎麼操作 你日圓 其實我沒有什麼操作 你也是去旅行的 是去旅行的 其實我之前前兩個星期 在另一個節目 我覺得問題是 日本又不是很想做太大的動作 因為其實你看看他搞了這麼多年 正正就是想把通脹 正正就是想令到一些行業複雜 又似乎 他真的約日圓的政策的時候 好像令到某些行業 即是有好有不好的 即是你低的 會率弱的話 那麼當然你 有些行業的時候 就會受累 但是你看到日本央行的態度的時候 好像又不是很想 很急地去加息 還有其實我覺得 還有一個問題 日本政府如果要加的話 其實他自己也有很多考慮 因為這麼多年 他做了這麼多年 他都害怕突然動了一些東西 會影響他的整個金融系統 所以你看到他說 如果我們真的要做這件事 我要問了不同的銀行 究竟我這樣 一些情況的考慮 究竟會怎樣 因為他都很害怕 他突然間大幅加息 會拖垮他自己的金融行業 在日本很誇張的 他們互相持有對方的債 即是日本政府也自己買回自己很多債 所以你一旦動一旦 已經發生了幾十年的事情 他很難說 現在突然間做一個很大的動作 所以既然你的美日色差還是擴闊 大家就繼續不斷套色 你不斷套色的時候 日元就繼續都是弱 Kitty 有沒有唱DN嗎 沒有 四字頭 我看小女孩很多人 我以為自己好 誰知道原來都是蟹 四字頭都是蟹 低處未見低 不要緊 我們拿來旅行的其實都可以 但如果說到DN的走勢 對於整個日股又會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一隻隻 如果你說DN的弱 好像有些朋友說 其實你做入口的話 譬如說你的生意是要在外面 買一些東西進來的行業的話 就真的比較麻煩 譬如說你說日本航空 油價又彈回 然後你又要給美金去買油 這些便是奶 但是你說Rum Buffett買的那些時候 是做出口生意的 他便可能是大黃 所以真的是一行一行 我有些朋友最近 不斷發展日本的業務 他們覺得那邊突然活躍了很多 經貿的生意 因為日元約 如果是搞什麼呢 他們很有趣 在日本做一些軟件的業務 是幫助他們發展中港市場 因為中港市場見到日元很弱 他們很積極地去日本入貨 但是那些日本公司 很多又不懂中文 或者軟件是搭載不到 搭載不到那個需求 所以他們就很簡單 其實做一件很低技術的事情 可能翻譯一下網站 是的 但是他說的需求是非以上之大 是的 譬如我覺得日本的日元那麼便宜 想上網買一些日本衣服 但是他的網站只有日文的 或者一些便宜的 這是我們覺得的 或者譬如說有些日本公司 會覺得我做中港的生意的時候 根本我全部的語言都很接合 我怎麼做紀錄呢 就是那個營業紀錄是怎麼做呢 就是簡單如這樣的時候 都可能要有一套軟件去配合 但是反而是一個商機 到我們聞到的時候也有水味 就是軟件弄到之後 你已經過去了 是的 明白了 已經派出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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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觀眾都說 有什麼 我想說北水有沒有改變 沒有 北水應該 我就這樣下去 就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改變 也不是透過說 我不知道 沒有什麼特別 不過我覺得這樣說 其實有一個 你說今早有些朋友說 哎呀我今早沒有買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說你今早沒有買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落到17,800的位置 又不是很貴的 我老實說 又不是很貴 但是我想問題就是 你看你有多少居住 如果你說你沒有太多居住的時候 那麼策略上 可能真的一動不如一靜 你就不要看它 因為今早其實我覺得尷尬的情況 就是你17,800幾次 嗯 你可以說我炒廠廠 然後17,800買 然後就說 現在可以吃 有肉吃 嗯 但是你從一個 駐脈控制的角度 就是如果你18,000幾 18,000左右 你說其實那天18,300 我沒有追到 落到18,700 我買了一些 那麼你只剩下一注 你又不應該在那些位置開 因為它一穿17,800的範圍 其實它打落到17,300是不奇怪的 嗯 那你又估計不到 是 所以你說今早那個情況的話 就是你有很多居住 還有兩、三居住的 那麼你無妨的 但是你說你還有一居住的時候 我覺得今早我的看法就不加不減 嗯 OK 我剛才看到有朋友 就想問一下你有什麼持倉 我想你也不會特別說 我不特別說 反而你操作上 你怎樣去選一隻股票去操作 因為我看到你在Facebook上 都分享了很多不同的短炒的心得 其實我覺得短炒的話 首先我覺得每天的話 其實你要想一下那個指數的走向是怎樣 嗯 譬如說 我剛才所說的想法就是 17,800幾是近期的支持位 嗯 如果你說你做短炒的話 我就是看17,800幾的位 嗯 同時你說intro day 我就看A股 是 我看A股的時候 我覺得A股可能那天差不多到位 但指數落到17,800幾的時候 那我炒指數就炒指數 如果不是炒指數的時候 我心目中應該會有一些個股名單 是覺得跌下去的時候 可能會彈得快些 可能近期大家會想的 就是央企三部 嗯 那些人有央企三部 就是那幾隻的 我可能主力也是撒出那幾隻 又或者是我選擇 那天有些 某些股份可能真的有些 特別的新聞 嗯 或者有些比較離好的消息 嗯 那可能就專注於那幾隻 那一個好處就是 一跌下去它真的彈的時候 它肯跟行 嗯 它不肯跟行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 嗯 它不跟行的時候 因為你炒短線 它不肯跟行的話 你走不掉 那你又無緣無故坐貨 其實跟你最初打算炒短線的理念 就相違背 最終你坐貨的時候 那晚美股又真的調整的話 那你回來就不知道怎樣了 還要扔出來 對 你看看方向 但是買那隻東西不更加 是的 所以我覺得 要是你簡單一點 你說我炒指數就炒指數 我什麼都不理了 我不要搞這麼多正股了 那你說你炒正股的時候 其實我就 剛才那個提示就是說 你要選一些 在市場上面 真的 那些股份 立即會有資金衝進去買的那些股份 嗯 就不是說我去去買 看到指數大眼的時候 但是我是在買四五六線股 其實可能真的不走就真的不走 嗯 Kitty 有什麼倉碼在最近? 我今天沒有操作 是 我就是好像剛才Ivan說的那個案子 那樣 就是一萬八千一左右 就進了一些 那你跌兩三百點 我又免得再加 是的 又有點害怕 還有我不知道 如果在這個位置加 我也不知道應該是什麼時候吃 就是我 那個幅度不夠大 去給你混 就是如果你一萬八千一 你落一萬七千八 那你那個幅度 你說可能混下去的時候 是一百多的 嗯 就是那個幅度不夠大 這是一個問題 唯有等下 是的 就是說你一萬八千三 買了 那你可能想著一萬七千八 就混一混 那你看看就看 它彈上一萬八千一 到時候再看 那我覺得你這樣想 都明白的 嗯 但是你說你一萬八千一 左右賣了 的話 一萬七千八里有混 的話 從一個平均的角度去看 我覺得 真的 不是很值 Ivan 你糟糕了 怎麼了 如果今天的市場到升的話 你就是升市 每天都要求你上來 哈哈 哈哈 靠你頂住 就是 真的到升了 現在已經升了 我轉燈 還要最後幾分鐘 啊 真的不得了 這些是MC時間來的 我們買公共的MC時間 真的可以 然後最後五分鐘 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是 牛頂叫 如果什麼時候用牛 什麼時候用叫 其實你問我 我都會覺得 這些市場暫時我都是用牛 比較多的 因為叫 你的成交現在多少 暫時九八十三 是的 成交太少了 其實你要引申波幅升 你是要一些證股比較熱炒 那些卵的需求比較大 那你的引申波幅才有動力去升 但是如果你說 譬如說 好像中移動那樣 你其實近期是升 但其實它升的幅度 不是說 每天升幾個百分之幾個百分之 這樣彈上去 其實都是 走得比較慢 嗯 其實用叫 就不是說 那麼著數 在某個角度去看 嗯 嗯 好 看著你操作 有什麼想要 現在就三分鐘 你們可以隨便說 是 又買一部帽子 沒有 Ivan 我知道 賭博你不負責 我其實 我有沒有在這裏說 我沒有在這裏說過 我在自己的Facebook 你自己的Facebook說過 是的 我有試過做一個實驗 是 就是我真的十元一主 但是我做了兩個三個月 就是什麼球都買 是 什麼玩法都玩 不是的 如果你所謂什麼玩法都玩 就是國球大小又玩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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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球又玩 養球 十元一主玩 是的 是 朱克和 然後還有 波膽 對 波膽 什麼都玩 什麼都玩 其實這件事就是 我想看看 如果在一個 用數據去玩的情況下 究竟那個 那個 我們稱為Edge 即是在交易角度 其實Edge有多大 那試完就是 因為這樣的時候 我純粹是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 是覺得想嘗試這樣做 然後我就做一個實驗 所以其實我講 可能每一天 在買六七個國家的球 然後可能在玩一些不同的事情 這邊完場的時候 又去另一邊去玩 那邊接玩 好像平時牛仔的生活一樣 好像平時牛仔的生活一樣 你不是這樣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生活 你左右兩位都在做這些 你繼續 但其實我們都在做實驗 我們都在歸納一些方法 我用生命做到 比如說 我會這樣說 國頭大小 我可能會做什麼 可能會看看 那隊球 以往對強隊的時候 其實他的角球 大概數目是多少 嗯 平均值是多少 然後他開出來的盤子的時候 是否值得 然後可能 譬如說 有時候你會半場的時候 看半場 我平常的角球 即是幾分鐘一個角球 簡單來說 然後你看完 譬如說他的控球比率 各樣的 就是我簡單 很簡單這樣去說 那他覺得那個盤子開出來 是 即是頂低波 那如是者這樣操作了 可能兩三個月之後 我一百元的健康 其實最後我會贏到一百元 哦 一倍 但是其實你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其實那是一個隨便 因為你從數位的角度的時候 就是說 大家如果你有買過的時候 你會知道 其實你買五場 你全部那五場的時候 真的開對家 是有可能的 嗯 嗯 它有可能 或者全部可能 可能就算你買熱那一場的時候 你和了也是有可能的 嗯 是 即是你可能真的對最後 對強隊那邊被人守和了 或者你串的時候 他在中間斷了一隻 是 那麼問題就是來了 就是說 其實你所謂贏了一百元 就是這件事 你下 明天如果你買十場球 可能就已經輸了五十元 六十元 不出奇 嗯 其實那件事是 你搞完兩三個月 玩了這麼多場 其實最後你贏的 只是一個隨便 那其實有沒有偏差 這件事我會看是沒有偏差 其實 為什麼 因為你試想像一下 就是你買球是 主客和 嗯 其實你 最終 譬如說你買 很多時候可能是熱門贏的 你可能一賠1.4 我被你賣中 但是你輸了一場的時候 你要兩場才可以追回一場 是 兩場幾才可以追回一場 是 就算我當你做完數據的時候 你的熱門贏很高 嗯 其實你長期玩 都很難贏 也會輸水 是的 你不斷輸 因為你輸就輸100% 你贏了40% 是的 這個是一個 是的 我是實驗多一些 我是實驗 是的 我是真的實驗 其實我這件事是 即是 我經常會做一些 嗯 很傻的實驗 對 是 因為 正是有些朋友 就說 覺得可能 譬如說 買球的時候 其實做數據分析 應該會有些 嗯 我又覺得 你這樣說的時候 我又會試一下 我又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Edge 但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看法 就是覺得 其實這件事沒有什麼Edge 即使你玩得很精明的時候 其實 最後還是一個隨便 即使你贏了一倍 你都覺得其實那個不是Edge 是的 是你的幸運 哈哈哈 剛好幸運 好幸運美洲波多夜 沒有Ivan 是不是你已經贏了 是的 因為我們剛剛有一個新遊戲 是的 是的 但是現在多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中間有得割 有得割 那這個又可能是 令到這件事多了變數 有沒有看 我知道 我知道 有得割 但其實 那問題是 你本身要買200元才可以 其實你輸的本金又是大了 嗯 其實你回到最後的時候 其實要追回那個本金 你一輸一下 你要追回那個本金的話 其實你要追兩場 是的 是的 這個我想是最困難的 是的 如果你問我 你說馬和球的時候 馬的比率可能更好一點 因為是賠率的問題 因為馬你可以 是的 賠率的問題 以及某程度 你離開了一些選擇 然後你說 我只是投放 因為其實市場上面 應該不說 馬場上面 有很多人都是這種玩法 就是我離開了某些選擇 因為有些選擇 相對來說 比較容易離開 但球是困難的 然後你去做一個 我不說得太複雜 我不是鼓勵大家做這件事 但我只是想分享 其實有人去這樣做 而出來的話 我覺得他們那種玩法 贏錢的比率 是有機會高過你用球的那種玩法 馬有沒有試過做實驗 小小 但是我有些買馬 很大的朋友跟我說 其實他們最後一年 可能真的長長都賭 然後長長都很大馬的話 其實他們最後都是贏少少 最後都是贏少少 他們的操作不會只是買一隻 應該審幾隻 然後計算數 那樣東西 所以這個操作在球場就難了 因為球場真的只有諸葛和勝 你不會想到審幾樣 還有你審幾樣 就算你中了一樣 也未必能遮蓋的 對 即是你波膽這樣 被人抽水抽到瘋了 對 所以 是的 我賭得很理性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經常都說 我覺得我自己炒股票 有些股票 其實我炒股票有些股票 那我為什麼要把錢 放進一些我沒有股票的東西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除非那樣東西 我覺得是我有能力 是有優勢 所以我才會扔錢 否則我覺得那樣東西是燒錢 即是賭場你都不會玩 我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OK 所以賭場有壞名單 我其實入了賭場 我都是 你們朋友 你們玩吧 我按一下老虎機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件事是 老虎機我明明買 我買娛樂而已 好 好 即是我突然間中到D 就開心 我就國和青 但是你進去其他 譬如賭場 我自己以前跟朋友玩的時候 我更加感受到那件事 就是你買大小 基本上輸的機會是非常之大 是 因為 因為跟自己朋友玩的時候 我們真的 就會說 你 其實你 你 因為我們不賭錢 即是在那裡計 就是假裝做妝 是 你會發覺其實 你試一下 你自己試一下 你在家裡 你說自己是一家人的時候 你不計算一下 去玩 其實你 真的做大小這件事 你會發覺妝是非常賺 是 因為很多人會去買號碼 號碼又不中 然後有些人很喜歡 不斷博圍式 博圍式 其實你那裡是適合了數 是 圍式那裡真的很離譜 明明是拍216 他拍150 那裡也有60幾格 是 每個人都在 但是 還有很多人會長期 看到開大的時候 就不斷大大大 不斷小小小小小小 其實他真的開大的 然後 一轉風的時候 又圍他 又跟不上那局 就慘了 就慘了 有明鏟 你有沒有玩Poka 對 如果你這樣去到計 會不會可以在這個方面 我真的沒有 因為我真的很少做一些 其實 在最後這樣說 Poka 你可以說 你算到的時候 你會有優勢 但是 很老實說 去到最後 所有這些事情 都會有一點力 當然 Poka 好一點 就是你可以 因應情況的時候 你可以蓋牌 不要再去 是 是 會好一點 嗯 好的 你懂不懂打牌啊 Ivan 我懂 你不知道我這個 我又不準備跟法行商再打 但是我那次 在你們策略王的宴會 跟其他法行商打牌 我一家贏三家 所以我就說 我就是聽完你說 打到那些頭 拿到那些頭 拿到那些頭 然後 然後 他們在乎我打 我就不打了 我就是他們想報仇 對 我就是聽完你說這番話之後 我覺得麻將對於你來說 是太低層次的計算 其實麻將我覺得 這件事是 其實也是一個機會 對 因為你最後吃糊的時候 其實你也是看下 你桌上有多少隻牌在 然後你自己手牌的時候 你覺得 你可能看上家 你跟上家穿同一條褲子的話 你上到牌的機會很小 你就要自己想 其實在最後你吃不吃到的時候 就有一個機會 你看到上家也是做索子 你也是做索子的時候 你就要想一下 我是否做對碰 是否做其他事情 因為如果你繼續做的話 你吃糊的機會是低的 因為你上不到牌 是 就是類似這些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會輸 但我很想知道 如果跟Ivan打 我會輸多少 是 我反過來想 我很生氣是 我跟Ivan的關係 沒有見機於賭博上面 我沒有跟Ivan賭過錢 我只是跟他吃飯 喝酒 我賺了香港 你不想感受一下嗎 我不需要 我已經感受到了 我覺得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還有手 手是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你去到美國的時候 你明知道自己的食出也不是大 但是你看到牌子是大 其實你是應該守 就是直播率不高 因為自己的食出 一樣的機會 所以為什麼會喜歡玩台灣牌 是 相對來說 那個變化或者你走得掉的機會會大一點 大一點 Ivan有沒有玩台灣牌 沒有 其實我不是 我真的 你好 這個想知道 可以製作一本寶典 寫完 怎樣 我學打牌不是人教我 我是打機學回來 這段打機 又不完全是廣東 所以 其實 不完全是廣東 但是 其實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思維 我覺得因為 如果你是打機的時候 更加你會覺得是一個機率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因為電腦是一個計劃 整個理論 我是從那裡去演變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Ming Chan也說得不錯 是不是因為你從那裡去演化出來 令到你覺得你是跟機器打 你沒有什麼情緒在當中呢 即是如果你是跟朋友開始學玩 或者玩 或者是要贏他 又是一樣東西 還有我覺得總是 麻雀在最後你真的 好不要摸手 是有關係的 是 那你一開始三色雪糕的話 其實就 是四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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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是很難搞的 是很難搞的 但是你那些時候 你就要搜 你明知道你那一棵是 不要摸手的時候 放出去那隻 又摸那隻回來 都告訴你 是不行 你就不要焗 這些我覺得都是 我覺得中國人傳統的一個 這些叫什麼 中國的長遠 遠遠流長的文化 是真的有很多智慧在裡面 真的 那其實會不會覺得 任何的賭博或者股票 某程度上 都是建基於那一樣東西的呢 其實都是機會率 我覺得都是機會率 就是運氣和機會率 但是你說 股票市場會好一點 因為股票市場 你真的可以分析了之後 你覺得 好像類似馬一樣 就是剛才那個比喻 你可以先排除一些東西 好的 還有你真的 你計算起來的時候 股票市場比較有數計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說 可能我自己玩 我寧願在股票市場 因為起碼我有些數計 但是你說我賭博的時候 在最後就算計算這麼多東西 也好 其實中間也是有運氣 是 消化一下 是 六合彩就不會買了 六合彩嗎 這個真的純粹 沒有啊 通常都是沒什麼計算的 不是啊 以前的 我又可以分享一下 好笑的 好笑的 這個不是六合彩 這個話說 我當年在中學的時候 就做班會主席 好笑的 好笑的 每年我們會估計一下會考出哪一個 題目 好笑的 其實會考有很多課文 不是每年都考過那些課文 有些課文就比較冷滿 有些課文就比較熱滿 是 那我當時真的跟著六合彩 那些古六合彩的方法 去做了個表給我的同學 譬如說 這課是逢一就進三 就是三年就考一次 這個就是兩年就考一次 這個就是 哎呀我也記得有這些表的 是的 是的 2013出過 2014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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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可能不出過 是的 那名中率有多高呢 其實這些 我覺得會考或者是 你的名中率是高過六彩 高過六彩 哈哈哈哈 我也覺得是 那這個混合應該沒那麼多 因為我覺得是 你始終考會考的那些是人為 嗯 那你說真的 連續幾年去考的話 那其實 有些人很老實說 上年出過的時候 今年出過別的東西 是 或者教育 即是你比較容易上升 但六合彩始終都是 如果你相信那部機器 是沒有做手腳的話 那其實真的是一個隨便 是 那你說我最多最多做什麼呢 上期開過的那些 那些就不買了 你說六合彩是波哥 對 因為通常也很少說 上期開過那些號碼 今期又開過了 好像是否從來沒有試過 上一期和下一期開的戲 是一模一樣的 是 我懷疑 我懷疑 是否這麼久以來 都沒有試過重複 也沒有試過 我不敢肯定 因為數據上我想找不到 是 因為其實假設的可能性 是一樣的 是 但我又真的好像沒有怎樣見過 所以如果讓你去Draft的話 但就算你歐酒 你四十多個號碼 你歐酒也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哈哈 因為我曾經看過 不知道在一本書說過 就是說 你想怎樣提高六合彩的勝出率 你就是不要買以往出過 那個混合 但問題是 我試過去找 但找不到 一兩年 所以就做不到那個效果 可能要自己抄 有些朋友說試過重開三四個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因為我這件事 其實我真的覺得 真的很運氣 很運氣 我反而覺得 我的看法是 我買六合彩 我只是買十元而已 好 為什麼呢 我覺得 你人生的運氣要來 中就中 就中 不中 其實你搞那麼多東西 都不中 還有我的目標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 我只有開大彩池的時候 我才買的 因為你人生應該不會中幾次六合彩 那你中那一次的時候 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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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八球的話 那你就覺得 中兩組中 加了四球 但你不明白 對於我這些 從來沒有中過四球 我都要打的 一次就一次 那你中什麼呢 我覺得是這樣的 有些朋友 我都認識一些朋友 其實真的有六合彩的名字 但他們又不是中頭獎 可能經常中二獎 三獎 我經常中二獎 三獎 我真的認識 但二獎三獎 其實你真的分 那些 很多時候有幾主中 其實你可能是十萬八萬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二獎很慘 大家都是中六個球 不過你那個叫特別號碼 對 你少了那麼多 那一下就很慘 對 那 讓我看看 是嗎 有些這樣的東西 我不知道 不買就不中 所以選擇大彩智 那些才買 大彩智 才會中 對 買少人選擇的號碼 沒有的 但是 是你少人分 還有一個說法就是 三十一樓上那些 嗯 因為通常前面的人 就會很快剔掉 還有是生日 很多人買生日的混合 所以變得 如果開生日的混合 你會很大機會和人分 嗯 但是變成如果你買三十一樓上三十幾 那你會少一點 去和你分 嗯 但是當然你提供者 你一定要開自己買 對 開自己買 對 這是重點 對 我似乎熱請賣會做的 所以知道操作 什麼時候上來一次 沒有 我們這次真的突發 對 這次真的突發 暫時沒有什麼計劃 什麼時候 還有Ivan你很幸運 他最後是跌的 跌0.81點 哦 所以 四捨五日跌1點 那些人說是騎子星 哈哈 我們現況的 對不起 我們的現況 OK 留條山路給你 OK 是啊 看看大家 今天有多少人在線 現在 剛才也有1,112 是吧 現在也撐住了 撐住了 撐住了 通常收視就離開了 現在也有九九幾 很厲害 沒有人大家 反應好的話 再想想 再想想 還有我也想 如果你說行常的話 其實好像 不知道說什麼 每天說過事 其實你也有很多不同的嘉賓主持 同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隔不中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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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特別的事情 可能大家來聊一聊 或者有些什麼特別的題目 我知道 Ivan都會不停收集 是 如果他可以適合這個時間說的 又可以上來 是 大家現在可能在不同的平台 都多了見我 是啊 記得追蹤 Ivan的Facebook page 很多東西看 真的是值錢 是啊 文字有家變成無家的話 是啊 我平時也很少看這麼多文字 哈哈 只要Ivan放手才慢慢 其實我那些文字 我最初我真的是打的 我真的打一打一打 打到我自己真的手痛 現在是語音輸入嗎 我現在真的是語音 真的受不了 然後 語音輸入的話 通常是 什麼時候語音呢 就是我推著我女兒 在上play group 出去上play group的時候 那一隻手就推著我女兒 然後另一隻手就在那裡 就說 都是這樣 那女兒應該吸收了那種真傳 是 通常她睡了 好的 好的 有沒有想過做理財教育工作 是啊 在香港做理財教育工作 就沒有人聽的 通常告訴大家 買哪個號碼會賺 大家才會聽的 多一點 但我覺得如果你說 學生 小朋友開始 我覺得很需要 我也是這麼大個人 那個觀念 是啊 原來你讀書讀了這麼多年 是沒有人教育的 是啊 這個真的 是啊 即是你要到處理財教育 才知道原來可以這樣 即是如果你家人 沒有這個觀念 去傳授給你的話 其實你真的可能很大個 才會接觸這件事 我以前有個行家 應該是在做這件事 是啊 是應該在做這件事 那我覺得 是不是 即是我其實有時候這樣說 即是我剛才說的 可能是 你如果年紀大一點 或者你中學的話 可能你會比較容易理解 你從一個數學的角度去計 原來賭博 其實是 是 你要認識這件事 可能是一個角度 那你說 真的去到理財的時候 的話 小朋友 你可以說一些東西 你 退前一點 是好過沒有 但是我又 你問我 我覺得 是不是一個 可以教到很多 我 不是很肯定 即是 我老實說 不是很肯定 另一個角度去做理財教育 我其實 現在 暫時可能你見到 我可能自己的 社交媒體平台 我其實都是在這個角度 即是你見到我 有很多人問我 不如Ivan 你出來講一下論 其實你見到我最近是 人家是封胸 我是封嘴 是啊 你說真的要問一下 譬如你剛才說的 引申波幅那些 我也有 可以說的 但是有些朋友說 你選一隻牛 選一隻卵 那些的話 其實這些交給我 現在仍然在業界打拼的 同一個朋友 其實你之前也說過 是的 但是你說 講一下流程 講一下市場怎麼看 這些其實我都很開放去講 你說教班也不是我的目標 老實說 因為我覺得這樣說 教班也好 或者現在你 種種的投資群組 第一是一個 調整的問題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看真一點的話 有些位置可能是比較尷尬 另一方面的就是說 就算你上了課堂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始終好像學阿索索那樣說 不是手把手 哈哈哈哈 只是說而已 其實你不是手把手的時候 其實你教一些 其實別人又未必掌握到 最後是幫到人 只是海人 因為太多層次不同 是的 而且那樣東西都不容易 是的 所以你說 這件事 是 你說我短線去看的時候 可能我開班 可能很多人去參與 但是 是不是真的一個 我自己很想做的事呢 我這個是 最終 大家看到 我現在 一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會說 Ivan 你是否想開班 我要報班 要什麼 但是其實我都沒有做這件事 不過剛才Kitty說 你說讀書沒有教育賽 我這件事真的挺深印象 嗯 那時候我記得我小時候 頭獎六合彩 那時候還是五百萬 類似這樣 那我就想 如果我中了五百萬 我就應該一年花幾千 然後脫開去 其實我花到不知幾多歲 就沒有了 我會用這樣的心態去想 但是你來到這裡 你當然不是 當然是買來收息 沒有這個概念 我小時候真的完全不知道 完全是沒有的 你吃錢也不知道怎樣 可以讓它滾 只是怕自己花了錢 是的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可能有些朋友也聽過 我中三開始有投資的股票 我當年是寫了一個日記 哦 是 就說 其實投資 因為我都會記錄 我自己可能投資完的時候 有什麼想法 那我就寫了當年的日記 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還能找出來 有機會給大家看 這個日記很值錢 我寫了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股票市場 始終會有一些週期 如果你說你人生當中 其實你就是掌握幾個週期 其實你可以掌握到幾個週期 那你的收益就是這樣回來的 嗯 這個是一個這樣的看法 但是在最後 老實說 第一個週期 通常你都會是 舔東西 舔東西 先教學費 是真的 是真的 我相信 生存在這裡的朋友 一定是舔東西 不過這個是週期來的 你不舔過練職手 是啊 所以我覺得是 如果你說那個看法是 你剛剛初學的朋友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的財富增值 可能真的要在低迷的週期去玩 可能等一些比較好的時候 你會懂得走 但是 不容易 而且很老實說 你說現在 中港經濟的情況的時候 會不會 你指數計 可能真的需要很長時間 才可以恢復一些比較好的水平 那是不是真的 我們在這個市場裡有這麼多週期 你說我買美股 那看你入市是怎樣 你說你兩年前一直拿下來 那不是的 但是你說你兩天前才入市 那你可能又蚊 那怎麼辦 所以 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 回到我所說 其實我會比較傾向 就是一個比較穩定一點的造合 當你生成了一些現金流之後 的話慢慢滾大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現在人大了我看的時候 究竟你的投資組合 如何可以幫你在逆週期的時候匯血 這個是比你在上升週期的時候 怎樣去賺更多 我們拉長一點來看 我覺得前者是比較重要的 還有就是看看你是什麼年紀 是 就是不同人生階段都會不同 是 就是你比你小時候 嘩 什麼都全入 是 但是去到某個程度某個年紀 不同的負擔 那你的操作就會不同 是 有什麼計劃 那些人說什麼 那個銀行沒有 現在的市場只剩下多少億 大家看都看到 是啊 那就是5億 是啊 沒有的 那其實我覺得 最重要是自己做自己開心的事情 那我現在都很開心 嗯 看得出 看得出 今天要不要照顧你呢 一會兒 一會兒回去吧 一會兒回去幫我們洗澡 你也是的 是啊 你也開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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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還有沒有大家最後的問題 我們還沒回答 是啊 爭取最後的機會 爭取機會 是啊 是 是 他那時候上課的時候就拿紙出來 是 我們玩很多 很多 書籍遊戲 就是你中學的時候就好像類似 櫃遊戲 那樣的東西 那有些人就是玩 猜包扇打 然後就畫地圖 是啊 就是那個年代 然後他玩的就是拿一份 經濟日報出來 然後就畫股票 哈哈 然後就畫哪一隻明天會升 哦 哦 所以遇到一個老師 也是有些看法 我又很認真地玩過遊戲 就是我玩過遊戲 我又很認真 然後我就拿了一份報紙 其實是什麼東西 然後就開始看看 什麼RSI是什麼來的呢 哦 然後就慢慢自己去研究 哦 原來是這樣的一個歷史 那時候小冰有沒有玩 我大學才認識他 哦 好的 我和鄧澤棠是中學的同學 哦 哦 然後玩了一下 我又覺得好像自己有滑 然後才跟媽媽說 喂媽媽我好像可以 不如你給我一點點 然後我媽媽就說 那你不如說一下 你覺得明天哪一隻會升 看完一輪 然後我媽媽說 你好像有些資料 哈哈 還可以的 恐怖測試 哦 是這樣的 所以就因為這樣 就開始 開始了這件事 是啊 其實是的 那些投資書有沒有用呢 你覺得坊間這麼多 嗯 這麼說 這一兩年我真的沒什麼看的 嗯 但是你說之前我有看過的時候 我又不覺得真的很多書很值得推介 嗯 因為有些很多書譬如說是展緝成文的話 其實大家也未必很容易掌握到他所說的 你說很有系統的話 其實有部分內容也不準確 尤其是譬如說 就是我不介意說的 你說在坊間上面講卵證的書的時候 我沒有一本覺得真的很值得推介 嗯 所以我又有很多朋友 我開了一個頻道之後 他們會問有沒有什麼書去推介 我會比較傾向不如你們去找回最原始的工具去學 就是如果你學先生工具的 真是你找一些最簡單的 究竟那件事是什麼 而不是說我要雞精書 我要 下碼 是的 又不是下碼 他們想要一些 可不可以有些促成啊 雞精 譬如譬如譬如證券考試也要促成雞精書 是的 我會覺得你不如看一些基本的東西 然後再說 我在坊間裡面 可能我真的找了一、兩本雞精書 大家再去想 或者想 但是你一開始看雞精書的時候 我就覺得看壞自己 OK 我記得Ming Chan這樣問 有沒有什麼書 你看完之後 覺得你會翻看 或者怎樣去和大家分享 中文書真的沒有 OK 中文書 英文就有一點都我覺得OK 有沒有中日本 嗯 但老實說 你中日本譯到那些文字 其實也真的不太能理解到 很多時候 譬如譬如說 你台灣譯本也好 就是 落地譯本也好 其實因為大家用過的中文字是不同的 嗯 我有時 我看台灣譯本 都會覺得 每個字都會懂的 是 但是其實你去看 你去消化 是很奇怪 很奇怪 是因為大家用過的中文不同 我不是說他們譯得不好 而是根本大家都是用中文 但是那些中文的用詞 或者用字是真的有多不同的 嗯 還有我想如果大家 譬如說在上班的公司 如果有些英文 你拿出去給那些所謂專業翻譯人員去譯 所有財經的字 其實譯得很奇怪 因為他們不是行內人 嗯 你拿一本字典就這樣譯的話 其實真的沒有 是 這個挺有趣的 可不可以這樣問呢 就是圖 基本面 盤 有沒有一些次序去排 看你做短線還是長線 短線的話 我會覺得 圖 我會選擇圖 然後看動力指標 再看當日的盤 嗯 因為其實這幾樣東西是圖 就是說你找回一些支援位 阻力位 那些 然後技術指標就是 當下的動力指 那個動力夠不夠 那些這樣的東西 然後盤 就是真的 是你 那天 就是 看看有沒有大賣 大賣 因為你看很短線 那你說中線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基本面是重要的 因為 我覺得有兩派的 喜歡技術分析的人 就說 所有的東西 已經是在價格裡面發生 他們的前設就是 市場是有春光鴨的 所以 其實本身已經是 在那個本價裡面發映的 但是我覺得 可能 三四五五六線股 有春光鴨的 不出奇 但是 我覺得大賣股 我不會這樣看 因為尤其是 每一天 其實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政治 經濟的因素 是會影響到那個基本面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中線 中長線的時候 會更多基本面 那些什麼盤 也都在我自己的社交平台裡面 都說過 如果你看盤的話 其實是那天 那天是可以的 但是你說那天之後 其實第二天市場變了的時候 就沒有關係 因為 為什麼呢 其實 這個也可以說 我們可以的 可以的 其實因為 操作上面 對於那些 可能 那些做盤的人來講 其實他的目標只是 那天 譬如說 Marco 你有一個盤給我做 你說 今天叫我幫你Google四天 其實 我是個預約客 你當我是預約客 那我就說 我全天找一些比較好的價錢 幫你做 今天九四 你現在收多少 今天九四 七十三 好 好的 那我怎麼會贏錢呢 如果我預約客 如果我那天幫你全天做到 平均價 七十四個一 那我就會贏錢 那很多時候有些行業的話 那策像就是說 如果是七十四個一 和七十三個九號半 根據那些差價的話 我可以負責你的金額 就是我可以有個表現空間 就是有些行業 有些行業 嗯 那如果你是看盤的話 就是 你看回當時那天 如果有個大購入 或者大銷售 你再比較回當日 即使在做那個平均交易價 嗯 那如果那個平均交易價 譬如說 我看到中二棟的那個平均交易價 今天是在乘 實際是七十三個七 是七十三個七 嗯 可能就是說 那天 那個沽價可能是七十三個七 但是收到七十三個九號半 那個沽價 就是沒有肉食 嗯 那個盤就沒有肉食了 可能純粹人家就是 因為你沽得差 是 那如果我作為一個投資者 我那天看就是 如果七十三個七 是這個價錢的時候 那我買進去 我就會覺得 當日距離七十三個七 水位有多少 嗯 如果七十三個三 我看到那個去到那個位 我看已經是有大巴雅 還有譬如說 我有 我看到可能旗子開始反彈的時候 我覺得有空間 那我就會買了 嗯 對於我來說 我的短線操作就是 究竟它跟那個 那個當日的加強平均價差多遠 嗯 如果你的幅度太窄的話 很多時候 你最後就會被人壓下來 是 因為它的沽價很想 用一個低一點的價格 壓回去 令到它自己可能會有肉食 嗯 嗯 所以炒股票 就是博大精深 是的 很多東西都可以 這些就是一個 是的 就是有VWAP教學 就是TradeVWAP教學 因為這個實際上 就是市場上的操作是 但是 我說回頭 就說 那天結束盤 就結束了 是 明天就是Kitty 可能有一個很大的買盤 給我做 沒有可能買回頭 整件事 你可以說昨天看到 Marco有一個很大的 有大的沽盤 所以這個股份應該的表現就不好 是 當然你說有時候 有些盤可能沽兩日沽三日不奇怪 是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說真的看中線 其實DN是基本因素最重要 嗯 好的 好了 今天保持四分鐘 究竟名笛了 麻煩Ivan 分享了這麼多不同的 大家都不想走 記得看重溫 看重溫 慢慢循述 記得多點追蹤Ivan的Facebook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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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介意的 我說 當然不介意 對 我找到你 你應該怎樣 你的 Ivan Ho 我直接 但是後面那個不行 因為它有些低能的東西 我設不到後面的連結 OK 我解釋不到給大家聽 大家可以搜尋 給我一個名字 我想你搜尋 就這樣 搜尋 搜尋 後啟聰已經看到了 對 Ivan Ho 後啟聰 對 Ivan Ho 然後 後啟聰 對 FB 這樣就已經 看到了 應該都追蹤了 對 可能很多朋友都去 對 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不用申報了 沒有需要申報 意思是今天不需要申報 非常自由 謝謝Ivan 我們有個號碼嗎 沒有 其實沒有 沒有什麼特別說過 沒有什麼投資意 說過 沒錯 有機會再請Ivan上來 目標成為 不說號碼 但大家都繼續聽我的 好 就說 好 再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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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